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二十三篇 第十八章 争 罗峰听的暗经 幸亏是无语义之灵诞生 否则即使自己知道对方布局 怕也很难识破每个陷阱 人类 波动传来 抓住我那一核心不见 远处那被无警刀刃光芒风暴 劈得乱飞的一光点 忽然受到吸引 迅速朝白色羽翼飞去 因为星辰塔距离白色羽翼非常近 都不足十五公里 所以那光点在靠近白色羽翼时 也离星辰塔越来越近 抓住他 我会告诉你到底该怎么认主 怎么将神力应刻进去 波动传来 我抓住他了 罗峰在星辰塔内 神力却渗透出星辰塔 瞬间便抓住了那光点 那光点乃是一颗奇异的白色珠子 我的神力已经抓住他 可是根本无法落下生命印记 别急 白色羽翼波动着 越是强大至宝 认主越是复杂 你先抓住我这核心部件 然后融入你的身体内 这让罗峰听得暗自冷笑 那核心部件在外还好 可一旦收到星辰塔内 到了自己面前 怕就会瞬间将云藏在其内部的光芒释放出来吧 融入我体内 在没有把握前 我不敢那么做 所以我决定 让我的灵魂奴仆先试试看 罗峰道 灵魂奴仆 你的灵魂奴仆无法成功的 白色羽翼之灵道 忍住需要生命基因层次达到完美 且意志要求很高 不朽得是宇宙尊者意志 宇宙尊者得是宇宙知主意志 你有这样的灵魂奴仆吗 没有 但好歹可以试试 最多认主失败而已 罗峰道 那你尝试吧 白色羽翼之灵道 他默默等待着 等待着罗峰将那部件收入星辰塔 只要珠子靠近了罗峰 没有星辰塔阻碍 那么即可击杀罗峰 星辰塔先是倒退 倒退到离白色羽翼上千公里 一道黑色身影 从星辰塔内飞出 到了外界半空中 正是摩杀族分身 奉主人令 我来尝试认主 摩杀族分身 飞向那珠子 许之白色羽翼 前后上半公里空间 反而一片寂静 并无刀刃风暴 所以摩杀族分身 是能在这样的空间内存在 你 你在外界让灵魂奴仆认主 白色羽翼之灵大惊 如果在外界 根本无法攻击罗峰 最多杀死一个灵魂仆从而已 怎么 不行 罗峰反问 摩杀族分身 已经尝试去认主 显然没有任何成果 连一点迹象都没有 只有符合条件 才能引起核心部件的反应 你的奴仆 根本无法成功 也无法引起任何反应 白色羽翼之灵说道 刚才我让灵魂奴仆检测 你怎么不说 等发现我灵魂仆从出来 你才这么说 罗峰推问 而且一件强大质宝 即使认主条件困难 其他强者也可尝试认主 最多失败而已 总不至于一点反应都没有 可我的灵魂仆从去认主 却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敢说 你这是假的 拿出真正的核心吧 这墙这宝不一样的 可是我敢说 你在骗我 拿出真正的核心吧 罗峰道 那股波动 沉默片刻 你在这儿 永远无法出去 总要有个主人的 拿出你真正的核心吧 一旦经过我不从经验 我自然会认主 罗峰道 可恶 可恶的人类 忽然一股疯 忽然一股疯狂咆哮传递而来 告诉我 怎么发现的 你怎么发现的 呵呵呵 终于不再伪装了 罗峰冷笑道 你是聪明过头了 我之前第一次和你交流 你怕就开始布局了 前世拿你的破碎计 来当说辞 说你的主人一战 你破损 前世让我陷入震惊 对 我是很震惊 这样的质保 竟然都会破损 而后你又告诉我 认主条件很苛刻 又是基因完美 又是意志要求高 最后 你又让我付出巅峰质保 哈哈哈哈 一环套一环 恐怕是让我降低戒心吧 毕竟 你一次次好似 再提条件阻碍我 罗峰耻笑 哼 强者们大多很贱 宝物很容易得到 他们会怀疑 可若是设下一环环 苛刻条件 当他们突破 一个个条件后 反而更加激动 反而不会怀疑 你怎么怀疑我的 白色羽翼之灵追问 你说需要我帮助 需要我提供材料 给你修复自身 急切需要我的帮助 然后又说 认主条件多么苛刻 还说我的意志 才是宇宙之主 需要提高 罗峰耻笑 哼 这两点啊 前后根本矛盾 矛盾 哪里矛盾 白色羽翼之灵 依旧没发现问题 假设我真是宇宙之主 凭我的神力强度 那么就是百倍生命基因 罗峰道 百倍生命基因 你却说要完美生命基因 不谈意志 单单这一点 便是一个苛刻的难关 差距这么大 我怎能达到完美基因啊 罗峰耻笑 这么绝望 假设是真的一名宇宙之主 恐怕会很泄气 再无动力去帮你 又需要我帮助 伪装将我当作是宇宙之主 和提出的条件 让一名真正的宇宙之主 根本很是泄气 不可能再付出太大去帮你 矛盾不矛盾 罗峰耻笑 并且 你知道我有一件 至强至宝在身 我能有机缘得到至强至宝 岂会是生命基因 百倍的宇宙之主 哈哈哈哈 都有矛盾啊 对 你社局 都是为我设身处地的去向 我如果处于激动中 知道自己符合条件无比激动 自然不会注意 但是你忘了 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 你的那番唆词就很有问题了 你把自己设定成白痴了 呵呵 罗峰冷笑 白色语意其实不决 若身在局中 一般是很难觉察的 只是罗峰因为一开始就心怀警惕 才发现这小小的破绽 设局太过复杂 反而让我看出破绽 别挣扎了 交出核心吧 罗峰道 你终究要有一个主人的 就你 想要当我主人 差太远了 想要当我的主人 必须是这宇宙海中 最最顶尖的存在 你当我主人 怕是无尽岁月 都无法摧乏我的威能 那更是我的耻辱 也是我前主人的耻辱 波动中 传来咆哮 真是让人失望啊 罗峰摇头叹息 吸吧 罗峰下令 是主人 事物迎人很久了 呼噜噜噜噜噜 原本缩小后的 星辰塔的 其中四个通道出口 忽然有四扇翅膀 伸出 并且开始疯狂变大 银色的羽翼 从一个微尘大小 迅速变大 变大 再变大 比恒星还大 瞬间便是 上亿公里之口 就仿佛是星辰塔 长出了四扇翅膀 光 光 圆的光 事无兴奋 封 神秘空间中 那威鹅耀眼 比亿万颗恒星 还多么的巨大光益 忽然震颤了 那无数的刀刃光芒 都开始震动了 就仿佛一座 无比威鹅的摩天大厦 在震动要倒塌似的 不 白色羽翼大惊 灵 你这羽翼也有灵了 这 这怎么可能 那巨大的光益 边缘那些散逸的 无数刀刃光芒 就仿佛被风吹的般 竟然改变方向 直接朝那四扇 银色翅膀飞去 无数刀刃光芒 飞蛾扑火般飞去 而整个巨大光益 也在震颤着 似乎无数刀刀刃 似乎无尽密集的刀刃 也要开始移动了 不 不 白色羽翼之灵 竭力控制 同时一股波动 传递向事武羽翼 你 停下 为什么停下 事武 却很是淳朴 这能量是我的 是我的 白色羽翼之灵道 我们本就是一体 那是你的 也是我的 虽然你受损比较严重 可我也受损了 我也需要能量恢复 放心 不要全要的 我只要将当年 那一战的损伤 恢复完全就行 事武却是拼命吸引着 那些刀刃光芒 一个竭力控制 一个拼命吸引 然而 那无尽刀刃光芒 实在太多太多 白色羽翼之灵 也无法控制所有 哗哗哗 无尽刀刃光芒 疯狂飞向那巨大的四面银色羽翼 当碰触时 就仿佛谁碰到干涸的河床 完全被吞袭了 只见那四面巨大的羽翼 开始流转 丝丝光芒 气息都开始 隐隐发生变化 这切只是外表 内部更是发生 剧烈变化 罗锋身为 事物与义主人 当然能感应到 这些变化 事物与义 非常精密 变成数光年大小 都很正常 原本事物与义内 无数个细小部件 在吸收那刀刃光芒后 正迅速发生蜕变 就仿佛一个即将腐朽的木头 忽然变成崭新的木头版 太舒服了 是无限的 很是兴奋 主人 我的破碎记忆 又清晰了些 嗯 罗锋好奇 我依稀记得那一战 好可怕 那一战 直接令我羽翼 至宝 完全分解 那白色羽翼 是最上面的一对羽翼 直接被砍伤 我们其他五对羽翼 也被震得内部受损 且无尽碎叶 又经历一次可怕环境折磨 表面完好 可内部暗损很多 像我羽翼至宝 应该能自己恢复 可需要能量 主人 你的神力强度不够 根本无法恢复 原的光 是前主人神力转化而成 完全能令暗损恢复 只有像那白色羽翼 严重的破损 才需要吞噬其他材料恢复 是无羽翼 四扇羽翼 不停扩大着 数亿公里 数十亿公里 数百亿公里 一光年 两光年 它在无尽的疯狂的扩大 四扇羽翼越大 吞噬着的刀刃光芒 越多 无数刀刃光芒 飞蛾扑火 涌入那银色羽翼中 一去不复返 也令事无羽翼 散发的气息 也不断变强 不 不 是我的 是我的 停下 白色羽翼 愤怒无比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二十三篇 第十九章 千年 大 大 大 主人 再变大 事武向罗锋 发来一道道讯息 罗锋也是全力以赴 原本的事武语义 在无尽岁月以前的一场旷世之战中 六对羽翼分解开 且各个暗中破损几打 那最上方第六对羽翼 白色羽翼 因为有圆之尺 即使一直飘荡 可至少一些暗损都早已恢复 只剩下那极严重的三处伤势 必须得吞噬诸多珍贵材料来恢复 可好歹有缘 所以他能斩路 讨天威能 其他五对羽翼则是惨了 早就分散开了 不知道漂泊到哪里 并且各个有暗水 威能下降厉害 加上又没有原为核心 所以在漂泊中历经一些险境 讲三大绝地等一些险境 完全能令宇宙最强者陨落 能毁掉巅峰这宝 这些羽翼虽然一次次扛过 但暗损更加严重 直至今日 罗锅峰得到的这两对羽翼 才能尽情吞噬圆的能量 恢复自身 停下 停下 白色羽翼竭力喝止 大 大 事物却是一直催着罗锋 事物与异越加完美 变大也更加轻松 体积越大 那么同一时间 所能吸引的刀刃光芒就更加多 四善与异高无穷无尽 都是复散数光年 整个事物与异 完全能和那巨大光翼媲美 光翼 已然开始震颤 宛若要轻塔 大量刀刃光芒 飞向事物与异 融入其中 诸人 无尽岁月 我的无数部件 早就有了诸多暗损 现在一好了一成 事物显得很兴奋 才一成 这都小半天了 罗锋按金 这等至强至宝 要恢复果然够苛刻 幸好有奈元 否则单单靠自己 至少短时间内 自己的神力根本不够格 你这强盗 你这盗贼 这是我的能量 我的 白色羽翼 从一开始阻止 到后来完全开始贺骂 来呀来呀 你来呀 有本事杀了我 我还怕你不成 事无叫嚣 更何况能量 是我们六对羽翼的 我现在弄些修复自身 难道有错 你还想独占 我是羽翼也是圆 白色羽翼怒道 哈哈哈哈 一个零而已 没一点攻击能耐 我可是有主人的 你等着吧 你的底细我都知道 将来主人 一定收了你 事无得意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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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梦 做梦 你主人还想要收我不可能 我会提前找一主人 让我新主人灭杀你的人类主人 然后再吞吃了你 白色羽翼恨道 两个灵波动传递 他们俩本身 虽有智慧 却算不上生命 也无法战斗等等 而且他们俩 分别是一件 至强至宝的 不同部件 诞生出来的灵 如果 某一天 事无羽翼和白色羽翼 真的融合了 那么两个灵 注定只有一个能存活 二者 必定有一个灭亡 所以 事无和白色羽翼之灵 也是完全拼了 事无是想办法 帮罗锋收了那白色羽翼 而白色羽翼 一开始纯粹是因为 罗锋的确条件不够 想要弄死罗锋 将罗锋身上的诸多质宝 给吞噬分解 修复自身的 现在 事无诞生 白色羽翼 更加不可能帮罗锋 他很明白 那人类一定更信任 那新诞生的灵 你还要找主人 一个拥有宇宙最强者意志的宇宙尊者 能来到你面前 还是说 拥有更加可怕意志的宇宙支主 来到你面前 事无得意晚分 哈哈 你注定了陨落 明知道要陨落 你自己还一点办法都没有 想逃 都无法移动 灵 就是这么悲剧 无法自己控制 至宝移动 你 你 我一定能找到一个新主人 然后吞吃了你 你一定会死 会死 白色羽 一只灵有些发疯 他反而不怎么恨那人类 他更恨事无 他俩注定只有一个能活 时间流逝 已经恢复三成 恢复四成 主人 恢复一半了 隔上一段时间 事无便会兴奋地告知罗峰 转眼便过去了约三十个小时 这时候事无语义 已经恢复了九成 近三十个小时 随时吞噬大量刀刃光芒 却是超越宇宙最强者的存在 经过远转化 储存下的能量 罗峰惊叹 这等能量 超越宇宙最强者 何等罕见 纳维俄的巨大光翼 和银色四翼 都复散数光年 遥遥相对 巨大光翼的无数刀刃光芒 飞向银色羽翼 乍一看 巨大光圈没影响 可如果和三十个小时前对比 巨大光翼 其实已经完全小了一圈了 它的直径 足足少了半光年 可想而知 损失了何等多的刀刃光芒 可恶 可恶 我一定会吃了你 一定会 白色羽翼 已经词穷 只会咒骂 来呀 来呀 事武羽翼 却得意的狠 主人 我已完全恢复了 事武忽然传递一道讯息 令罗峰微微一愣 紧跟着不由大喜 一天半时间 耗费了一天半时间 吸收那等高层次的刀刃光芒 每一道刀刃光芒 都比宇宙最强者攻击还强 且吸收了一天半时间 才令两队羽翼完全恢复 完全 微能也恢复了 罗峰期待 对对对 我已经完全无损了 事武羽翼连导 当然 我只是六队羽翼中的其中两队而已 主人 也最多能施展两师秘法而已 当然 这两队羽翼 已经达到了最巅峰状态 就算是拥有完整六队羽翼 如果仅仅能驱使第一事和第二事 也和主人现在来驱使一样 罗峰忽然一愣 事武 你的意思是 我依旧最多能催发两师 但是微能却大增 对 主人 之前 我暗损无数 神力催发密文时 刘京每一处都是事倍功半 仅能发挥些许微能 而现在 却是能时辰时爆发微能了 事武道 罗峰一听就明白了 就好比机器 机器破旧时 性能只剩下十分之一二 而巅峰时 才是最好的性能 你还吞是光吗 罗峰问道 没法吞了 事武无奈道 我之前有损伤 吞了后就自动吸收 来修复消耗掉了 可现在 我已经完好 即使吞了也无法消耗 它依旧会从我体内飞出去的 因为我体内 并无任何地方 可以储存这些光 缘才是能储存光的 也只有透过缘 才能控制这些光 绝无无法 罗峰暗谈 可惜主人之前 没能让那白色羽翼将园叫出来 只要园单独出来 主人将园直接困在星辰塔内 没了园 外面的白色羽翼便毫无反抗之力 主人也能轻易将那白色羽翼收进星辰塔内 到时候主人可以慢慢磨砺意志 待到时机 主人就能认主了 事无无奈 现在主人却没办法了 罗峰点点头 是啊 之前和那白色羽翼 耗费那么长时间 耗费那么多心思 明知道白色羽翼 不有陷阱 依旧忍着 可白色羽翼很激进 一直没将真正的核心圆弄出来 我们怎么办 罗峰烦恼 没办法 只能将他放在这 是舞蹈 有缘载 就像当年星辰塔 在域外战场 谁都无法撼动一样 谁也无法撼动 这白色羽翼 罗峰点头 自己刚才用星辰塔去撞 却没令白色羽翼震产 他是灵 他又没办法操控白色羽翼溜走 是舞蹈 加上认主苛刻 我就不信 能在短时间内 出现一个宇宙尊者 却有宇宙最强者意志 还能巧合发现这 并且还能活着到这白色羽翼面前的 至于宇宙之主 要达到超越宇宙最强者的意志 那更不现实了 只能这样 咱却将他放在这 罗峰点头 不过 我也不急着走 罗峰在这星辰塔内 笑看着不远处的白色羽翼 那无尽疯狂的碾压意志 依旧一次次冲击罗峰 时刻不停止 这等魔力意志的圣地 正是求之不得呀 宇宙海中 虽然还有 可要去都无比危险 星辰塔的四条通道 伸出的四扇银色羽翼 迅速缩小 消失不见 星辰塔更是缩小得犹如灰尘 在这片寂静的空间中 白色羽翼 星辰塔遥遥相对 彼此距离 在不断慢慢缩小 人类 你会后悔的 白色羽翼 有些疯狂 可他毕竟是个灵 只能眼睁睁 看着一切发生 一年年过去 罗锋竭力在魔力的意志 魔力中途 偶尔还停歇 去研究秘法图流 受神之道 特别是幽海分身 更是在地球 以及其他诸多星球闯荡 世间的许多感悟 也令罗锋 在那可怕冲击下的意志魔力 更加的坚定 转眼 便过去了一千两百年 两个逐渐靠拢了许久的白色羽翼 星辰塔 终于第一次靠拢 微尘般的星辰塔 贴在白色羽翼上 准确地说 这颗微尘 星辰塔是碰到了 白色羽翼的其中一片雪迹上 那雪迹 足有半米直径 一股可怕 疯狂的气息弥漫着 终于碰触到了 仅仅雪迹隐含的意志和气息 便这么可怕 盘膝而坐的罗锋 睁开眼 已然看到眼前 就在星辰塔外的雪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终于碰触标准备